日前全台多个地区出现雷震雨 艺人许文也发文分享了自己在高速公路上 遇上恐怖的大雷雨 当天她一个人开车从南港回家 途经内湖大直湿 天空频繁闪电打雷 大暴雨甚至淹没了公路 恶劣的天气让她无法看清前方的路段 只能不断地安抚自己一定不会出什么意外 可怕的经历让她心有余悸地表示 仿佛在经历生命的关卡一样 索性后来雨势渐渐停下 徐恩也看见前方出现了阳光 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不仅感叹太久没有独自一人开车 恐慌症都快要发作了 她平安回到家后 任惊魂未定地表示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也直言突然觉得能活着真的是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